本节目由海南国信龙沐湾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上文杰 超级减肥王 挑战自我 成就英雄 所以今天我的任务是要体验一下 是否在我们这个教练还有我们副教的这个培训下 他们可以达到有效的一个减脂的效果 超级减肥王瘦身男女李星亮连续三期带你探秘封地训练营物 最有效的减肥经历 再来 再来 加油 再一个 最严苛的训练方式 他跟我喊他一个 他跟我讲他很多的理由 我会让他知道你今天跟他有一个过去 再两下快 再一个 再一个 四 再一个 三 再两下快 最意外的量身定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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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真实的全新体验 十四位超纵选手 一百天魔鬼训练 三千七百斤的极限挑战 训练营探秘第二期精彩节目马上呈现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真人竞赛 无法施展任何幕后操控 镜头前 真相一览无语 作为子嗣超级减肥王主教练的刘庚红 将接受教练生涯中最高难度的挑战 刘庚红 台湾知名演员 歌手 健身达人 凭借二十多年的刘氏健身法 成功为周杰伦 罗志祥等 圈内外好友完美促行 而这次 面对十四倍超重量的素人 他是否能够胜身 应该是第一次在电视上 作为教练的身份出现 对 之前应该在节目上面 教大家一些健身的小方式小方法 但是其实那都是比较表面 比较简单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 喜欢你的这些歌迷 影迷 然后再继续看到《超级减肥王》之后 大家会有一个非常破坏性的感觉 教练十四个人 他可以成功吗 我觉得当教练这个制作 比较像我私底下的感觉 我不把他当个职业 我当做这是我 健身就是我一个终身的兴趣 我帮多少人健身 瘦身 改变他的人生 我是没收半毛钱的 这是乐于做这件事 我乐于做这件事 因为我看到你从一个 一百多公斤的人 可能本来是躲在 某家电脑公司里面 做那种暗地有暗地 回到家就躲在电脑前面 可是那样的人 帮你健身之后 你穿起西装 让你老板看到 原来你还可以不一样 你的毅力 你的心智 开始改变 你不再害怕人群 你敢跟人家说话 你才是有信心 接下来你会找到 一个好的女朋友 共住个健康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所以当我看他这样的时候 会觉得这超棒的成就感 他会谢谢你 他会跟他老婆讲说 要不是刘登宏 你现在看到我是一个大胖的人 可是我今天 其实你看到现在这样 其实现在在做的是 你最想做的事情 最后当你跟我讲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我讲真的 我不晓得有人敢做 这样的一个节目 你说起来了吗 我说起来了 这么有兴趣的事情 我刚刚说了一件事情 是我说我非常乐意 争取这个机会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这件事情 绝对不容易做 因为你在改变一个人生 不是在做一个节目 这是有差别的 他们的体重 没有办法用假的来骗的 那我就不可能像一个艺人 或者歌手的态度 来认为 来多跑两步 或什么 对我来讲 我的身份是要鼓励你的 我像是个教练 像是个老师 那我的态度 一定是有 激动的 有温柔的 有各项的情绪要来表达 来刺激你 来让你有一些转换的情绪 才一天 才不到一天 不算放弃了 来 就是这个点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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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再一个 现在其实大家在超级简合荡当中 称呼你为魔鬼教练 在主教当中 男生女生 你负责演坏人的角色 我不能是坏人 我只能说 我不想当烂好人 很严厉的那个角色 我觉得像我平常 你不会听到 我一直在骂他们 不可能 我不是那样乱骂的人 我是在讲一些 对的东西给他们 就像以前我 以前周杰原说我骂他 小猪说我骂他 我不是在骂他们 我其实在告诉他们正确的运动的态度 是这样子而已 说到态度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会从周杰原的身上发现 你的可怕之处 就是关于他那个腹肌是 阿怀腹肌 还有人鱼线 对人鱼线 非常轻松地摆出了一个造型 我总到我已经觉得说 你这人晕晕有点太夸张了 以前他还没出道之前 我就带他健身 所以他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 我也带他健身 这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非常多次跟他讲 你要健身 他说你有机会 他太忙了 直到有一天 终于我们两个必须要一起合作 做一件事情 就是拍电影片台 你说你要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批判 你必须要做一个改变 而且你要让人家看到你的决心 他说好 那我来理 我说你是周杰伦 这么多人都知道你们是天王 如果你做这件事情 你是帮助整个演艺圈 唱片圈 当歌手 当创作人的水平 要拉到这个类的 他不仅是会写歌会唱而已 人家的身材 一定要让大家看到 哇掌心热露的一面 对 当我这样讲完之后 他很感动 他决定要健身 第一天来上课就迟到三十分钟 对身形尤为注重的明星尚且如此 十四位平均体重 超过两百星的胖子选手 将如何坚持 为期一百天的残酷训练 教练刘根宏 显然知道 枯燥的健身房 并不是胖子们的唯一减肥场所 在龙木湾的沙滩上 他们开始了新的教学方式 以便暂时忘却 称重器 与可怕的健身器材 带给胖子选手们的巨大压力 其实刚才在私下跟你聊的时候 就是说健身这件事情 瘦身这件事情 实际是关乎你人生的一个方向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这十四个选手 是素人 对 完全的素人 而且他们的体重 可能加起来 现在总比只有三千七百 三千七百多斤 一顿多 对不对 对 一顿多 你要在一百天内 每天在六个小时的强度下 让他们变成什么样呢 偷胎换骨 你自己会有压力吗 因为这完全是见证你柳骨换 作为教练的第一次华丽转身 我觉得压力不肯定 所以我们的事情都会有压力 可是这个压力 确实是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 我越有压力越有挑战 我很喜欢这个挑战 我很喜欢 你们看到可能只是看到我们在训练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复杂了 这不是在监防教课这件事情而已 其实最重要改变他们的 不是外在的东西 不是那些器材 健身房到处都有啊 那他为什么不能射 有很多的教练 那他为什么不行 其实在于必须要改变他们心理念 对于健身 对于他们自己的认知 要有一个新的看法 跟看见 三 再两下快 四 再一个 耶 你是不是做到了 是不是 没当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要记起这一次 你的动静是什么 你就做到了 你刚才说你不能做到这里 你做到了 所以这14个人 你第一次见他们到现在 其实相处了一段时间 你觉得有你觉得特别麻烦的选手吗 就可能屡教不改 怎么说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进步 甚至会突卖你的整个训练节奏的人 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 相处一块 不是相处一块 我们都有在改变一条的 你已经翻脸了 像你这样的事情 我不会容许他持续发生 因为我必须要带个团队 有些人如果太偷懒 他会影响整个团队 我必须在过程当中 让他看到 他跟我喊累 他跟我讲很多的理由 我会让他知道 这样子会让他 今天更不容易过去 所以偷懒不是他唯一要走的道路 逃避不是他唯一要走的道路 他要搞清楚 他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来这里 常常帮助他们认识他们自己 帮助他们知道 他们来这边参与这个节目 不是来玩的 他们人生改变的机会 肯定就在这里 如果这里的教练 跟团队都没有办法帮助他 他回到他的人生当中 还继续过他 惨淡的人生 甚至寿命不长的人生 你知道很多他们的年龄 实际上maybe二十多岁 大家测出来他是四十多岁 有的体质三十多岁 有的便已经五六十岁 他们的寿命跟健康都有危机 他们每个有很多 有心血管的问题 很多更不要讲说 胖人他膝盖一定有问题 脊椎的问题 他的身体根本不能承受 这样的一个负重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生活来讲 我相信没有人真的很快乐地 enjoy在那里 如果是 我都要告诉这些人 你是骗子 青春的代价 流的泪 在心上 开出一朵花 有一个现在其实很红的选手 现在大家称着他为最美女胖子 可能他长得很漂亮 但是因为他的体重 据说有两百斤以上 他应该比你原本看到照片的当中 应该瘦很多 就是他现在其实已经瘦下来 对 但是当然还没有到 我觉得OK的一个标准 但是他当然不断在进步 他有他的一些问题 你觉得大家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年轻嘛 而且他也很可爱 但是这招呢 对我没有用 你是说 其实女胖子现在有在私下 跟你撒娇 对 他会用这样的方式 但我不管他可爱跟不可爱 一样的 然后训练的部分 我已经看到他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必须要帮助突破他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虽然他都是非常可爱可爱 可是他也常常训练到 一把眼泪一把的TD 可能我觉得超级减肥王这个节目 也会传达给很多想要瘦身的人 一个最正确的瘦身观念 和瘦身的方法 这个过程其实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 所以其实在你的这套流逝的 减肥的方法的过程当中 如果电视观众看到了以后 他们可以在私下 同样跟你一样这样训练 其实我告诉各位 我们在他们的训练当中 是要做调配的 不光是饮食要做调配 不是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的 因为不可能 因为有的男生 有的吃的也不一样 吃的当中有些许的不同 因为他们摄取的能量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他们在吃的上面跟在做的上面 其实都有不同 所以这些的健身方法都必须要量身另做 我明白了 接下来第二号码 我不可以 不然我讲 我不用来这个地方 我只要找几个帽丁就好 我把一套规则写下来 流逝健身方法 你该怎么做 他就按表操课就行 但这是做不了的 在教练刘庚宏的口中 我们了解到 所有胖子选手 都有他古特而专属的训练方式 此次探班 我们就将锁定一位选手 见识一下刘庚宏的训练手段 我自己就是答案 就是我的未来 我有一种感恩 谢谢正好就过着 对对 我自己就是答案 恨着你的未来 我还有很多期待 减肥也许是一场艰难 而孤独的战争 但我决定做的事情 一定全被以赴 半步而退 有一百种借口 但成功背后 只有一种坚持 超级减肥王 将减肥进行倒地 我是李湘 我在这里为你加油 出身李金亮 亲自上阵 体验一对一训练 一个一个地翻过去 哇 其实你懂得这个 你会发现 不是这么 哇 哇 看起来好像挺有主动的 哇 看起来好像挺有主动的 哇 哇 好累 对 这要老老要去 大概他的需求要是放到哪里 快走 走 看差不多大概就是十分 所以你看一下不在那边 哇 看来 叶转啦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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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啊 但是主教练其实除了你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女生 对 你们是配合在一起对这14个人分别进行训练 对 maybe将来有可能会分队 也有可能性 但这没有差别 因为你其实扮演的角色是有点恐怖的 我觉得女生都会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 所以其实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 你说她话讲应该唱红脸应该唱白脸 她不是唱白脸的那个 我先告诉你 她也是红脸 比如说我举例有一次我训练 我们帮她我做加强强度 然后呢我带前面的第一天 强强度跑步加有氧加亚铃 做了大概是我让她们每休息 一分钟做一分钟 然后每一次做大概十下这样 然后等我第二天再去看她的时候 她是叫人家做二十下 所以她有说的很近 她不用用表情 她就是觉得你要做二十下 但她又不是那种像我这样比较 情绪激动的这种教法 她是轻轻地说 你就是知道错 她会怎么样还好吗 来继续再做 在这里你们将会面对成所为有的挑战 在训练过程当中 你的身体所承受的痛苦 将会让你无法想象 你们准备好吗 准备好吗 继续 继续 再继续 你刚刚说你想要变瘦 你刚刚又喊出来 你现在怎么会这样呢 你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变瘦 想要健康 想要完美的体态 这一切都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让你人生更完美 继续 所以其实教练在这次跟 更好多配合当中 是属于男女生在一起 然后搭配的 所以你觉得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其实是跟她不一样的吗 特别的方法应该 就是假设针对女孩子 她生理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 是针对女孩子生理 这个讲法真的好温暖 可以让她说说 让她觉得说 不必去担心说我生理起来 我可能会因此不像男孩子一样 可以运动量这样这么大 其实不会 还是可以的 只是用别的方式 自己已经健身大概多久 我健身大概有五年了 五年时间 所以以前是个胖子吗 有曾经胖过 确实是有胖过 以前有多少斤 跟现在相差的大概有三十斤 三十斤 所以这十四个选手当中女孩子 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吗 是还蛮大条 真的很大 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要打退堂鼓 对我来说压力真的蛮大的 每天都很紧张 很刺激 跟他们相处确实是都还不错 不过在训练上的时候 因为他们疲劳 因为他们体力上透支 他们的压力 他们的心情沮丧 挫折 他们会有情绪会爆发出来 当你希望他继续练下去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想要反抗 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说明为什么 让他明白 他才会有动力继续前进 谁的现在反抗情绪最严重 轮流 真的 就是像周气一样 对不对 男生会比较慢一点 女生几乎是一个一个都会有问题 女孩子最常遇到就是练到哭了 可是他们很坚强 还是继续练 所以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 就是他们比较抗拒到 让你都无法处理的状况 会有抗拒 跟他抗拒 对 这次除了二位是主教 然后还有一些辅助教练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训练的方法 健身的很多东西 没办法用嘴巴 讲的 一定要去做 你才能够感受到 你才知道差别是什么 为了了解选丑 平日的训练项目 与刘根宏口中的新鲜感 林金亮再次决定亲身体验 今天电视观众可以在我们这一集当中看到跟着我们的教练 通过一个小时的训练 然后他的方法 还有配合我们现场的这些器材 可以发现一个改变 对 这其实很简单 因为大家戴身板 都会使用去按一个绿色键的 已经按了 然后我就可以按 对 然后基本上一开始 男生来说的话 是以5 热身的速度是5 他们这四位选手当中的男生 都是从5起的 对 男生是5 女生4.5 对 然后坡度的话 我会要求他一开始先是2 2的坡度 还有坡度啊 对 因为其实他坡度来讲 会对于他比较不常锻炼到的肌肉群来说锻炼 特别是屁股啊 大人后射 还有我们的整个下盘的部分 其实5你可以就是大步走 不要 对对对 大步快走 对 其实 其实 应该说 就5你跑个屁啊你 其实对新疆来讲 他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因为大部分一般人 他比较少接触 他会紧张 他上跑回家 可能就会 我会紧张会害怕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告诉他的是 你要保持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你把他当作像自己在散步一样 对 轻松一点 自在一点 对对 我听说有14位选手 有一些选手 其实上跑都其实害怕 对对 他没有接触过什么 对 特别像是一些女选手 可能他在做的时候 他会紧张 因为他没有接触过 他真的会 第一次上来 甚至也不会 谁第一次上来播 我定像没有记错 应该是有两个问题 五分钟热身即将结束 真正的训练即将开始 李心亮将面临怎样的独到训练吧 让我们充满期待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慢慢的把速度降下 千万不要马上急挺 因为你在一个运动过程当中 你身体会有个关系 慢慢的把速度降慢 速度降慢 等你的心跳 慢慢的降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 对 把它按 stop stop就可以了 好 之后我们就要开始 体验一下 我们的四位减肥王的选手 他们在认为一些什么样的训练 魔鬼的训练方式来达到点 好的好的 拍一下我现在的样子 对 马上我要变身了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 TIS 第一个动作呢 因为TIS它是属于全身性的运动 全身性在于说 我们从我们的腿部 我的臀部 我的腰 我的腹 还有我的上背的地方 都要成一个直线 所以我在成一个直线的过程当中 身体会全身用力封紧 挺胸 然后第一个动作 因为我刚刚说 刚开始锻炼 我们会从大的肌群开始做 所以大的肌群的话 我们先做胸 胸部的锻炼 那待会 很像我们在地面做 俯卧撑的动作一样 所以你整个身体 对 挺直之后 好 现在是给你看 好 挺胸 慢慢的手肘弯 推到手肘的位置 腹肌 往内夹 对 那这个角度呢 它的角度越斜的话 它的阻力越大 也就是说 你的脚越在越后面 身体挺直 下去 腹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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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三呼吸 出气 很好 好 内收 很好 感觉你的胸 往内夹 对 屁股收 出气 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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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好 好累啊 对 其实观众不要这样看 那个 金浪子人他做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示范 因为这样的强度就是真的蛮强的 胖子不会做到这么 他们大概在哪个组 对 大概就是这么直而已 因为他们身体体重太重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以二十下为一组 我们做三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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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我们两个 我们先好 在动作完之后 动作完之后 动作完之后 就一动作完之后 两个人快乐 哇 还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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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透过表情看出 这次训练并不轻松 每组二十个 每一次三组的运动量 对于胖子来说 更是残酷而辛苦 哎 好像感觉很明显 感觉发生改变 看一下 啊 这么快的发生改变啊 对 再来呢 我们要锻炼的是手臂的部分 水在向上 对 好 然后脚筷往下踩一点点 大概距离地面75度 身体挺直 挺胸 做的时候呢 记得我的肩膀 跟我的手头 保持在这个角度 所以我待会 呼吸用力的时候 把我身体往上 往前带 对 身体挺胸 对 可以经典拍 他手臂的地方 很好 呼吸 呼吸 我们一起做二十个 二十个维一组的手臂训练 开始让李星亮 有些吃不消 全手分 由于自重的因素 将承受高于常人四倍以上的阻力 如果没有超强的精神支持 他们根本无法持续 教练 司科的鼓舞 就显得尤为重招 最后一个 一 哇 耶 哇 哇 好累 很好 所以这十四个人 都是这样的训练方法 对 对对 他们能抽得住啊 这个很累 对 这个很累 所以说每个都是这样 对 一台训练仪器 透过不同的训练方式 可以被利用三次以上 以产生不同的功效 接下来李星亮又会尝去哪些 无意看到的新奇训练仪器呢 这个我在今天好像没见过 这个东西非常的 非常特别 算是独家 对 特别 为了这个训练而特别特别 这个很好玩 对很好玩 非常乐趣 对 我觉得这样的运动 可能会令选手们觉得不太古早 对 真的 很好 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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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很帅 对 可以的让选手 在减肥过程度 更具乐趣 减少应发挥 而产生对训练的迪触情绪 教练们无所不用其极 李星亮的体验 开始变得痛病 快乐者 5 4 3 2 1 1 2 1 2 体验的第一个小时代 李星亮先后尝试了六种 不同器材与训练方式 在与教练的沟通中 我们了解到 选手的训练课程 每次都因身体状况与情绪 更换课程内容 既可保持选手对训练的新鲜感 又可激发大家的内在潜能 也许这正是超级减肥王训练的秘密所在 现在我刚才发现 这个健身房其实同样跟很多健身房 不一样的 非常多细切 但是其实在教练的指导下 还有我们这个乐学的培养下 最重要的就是 就能够训练 其实它有很多 很微妙的东西 对对对 非常多优续的东西 比较轻轻体验才可以 我们就期待 100年不绝的变化 好 没问题 谢谢教练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一天的生活差不多又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 这是我在海南过程龙幕湾 第二天体验的日子 感谢教练 我变得非常的结实 然后现在穿起我心爱的花承衫 展示我的运动成果 非常的壮 对不对 确实运动可以让人变得很开心 但是这100天的时间 我真的觉得14位的选手 他们都一定要付出相当多的汗水 才能够在100天之后 给我们所有全国的观点 是观众进行一个全新的蜕变 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要祝大家好运了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的海南过程龙幕湾 独家光明播出的 超级简回王兽士男女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但是等一下 因为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还是要讲一下 你知道100天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我觉得都一定是 痛苦煎熬至极的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 全部深情的放松和愉悦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我先带你体验 爱美不是罪过 改变自己做主 努力 坚持 推翻不完美 我是江应荣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 超级减肥王 将减肥进行到底